王思堅議員送你許多禮物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禮物 腳踏車 客市長 我今天送一台你的罪案 腳踏車 媒體很想要請教你 我們之前王思堅議員送你許多禮物 一個建議的禮物 你都怎麼處理 他前幾年都收回去 後來我就問他 到底是道具還是送 我今天就送你這個鏡子 我希望你透過鏡子 看看自己的靈魂 你這個是送的還是還要拿回去 先講清楚 你是要送的還是當道具 沒有啊 當道具我就不接受 你要講清楚 你是送的還是道具先講清楚 蛤 你要回答 這是道具還是送的 腳踏車你也收去了 書你也收去了 你就收著吧 好 他有送的 他後來送的我就沒有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 他就不好意思拿回去 我就開始送給我的助理 所以你就轉送出去就對了 蛤 你說你都轉送出去了 有的是還給王議員 有些是轉送出去 之前的都還給他 之前的都還給他 後來我想說 哇他每次這樣 要提高他的成本 我就開始送給我的助理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禮物 腳踏車 腳踏車 好 這個是媒體希望 幫他們了解一下 柯市長 我今天送一台你的罪案 腳踏車我這一台就送給你 你就騎吧 放假騎上班騎天天騎 但是你不要再說你不熟他 你更不要再浪費預算 我另外做了這兩句名言 直接刻在車架上面 就是市長不難專心市政而已 還有政治不難找回網軍而已 你帶回去你就騎著他吧 謝謝